有一个穷人 他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叫卡卡 小儿子叫熊熊 卡卡和熊熊的母亲 在他们刚出生的时候 因为难产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 这个家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了 穷人为了养家糊口 他每天都要早起贪黑的 出去捡垃圾来赚钱 有一天 穷人带着大儿子和小儿子 一起在田地里干活 就在这时 熊熊在田地里干着活的时候 突然晕倒在了地上 穷人和大儿子看见后 他们立马就跑了过去 穷人在旁边一直大喊道 熊熊快醒醒 快醒醒 穷人发现 小儿子一直都昏迷不醒 他心里很着急 于是 穷人就和大儿子 一起把熊熊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 医生发现熊熊得了癌症 医生说 熊熊现在只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治疗了 穷人知道真相后 便问道 医生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医生回答说 一个月内 必须马上动手术 不过 治好这个病的手术费 需要十万块钱 穷人听到 要十万块钱的手术费时 他瞬间就惊呆了 可是 穷人的全部家当 就只有几百块钱 他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所以穷人现在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 穷人突然想到了 自己的富人邻居 他决定 去找富人邻居 帮忙借借钱 于是 穷人就带着大儿子 一起离开了医院 并往富人邻居的家里走去 穷人带着大儿子 来到了富人的家 在外面 轻轻地敲了敲门 这时 富人出来开门了 富人看见是穷人 便对他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穷人回答道 我小儿子 因为得了癌症 住进了医院 可是手术费 需要十万块钱 我实在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就想来找你借一点 富人听了穷人的话 她再看看穷人的样子 富人觉得 穷人那么穷 要是借给他那么多钱 肯定会还不起的 于是 富人就没搭理穷人 便直接关上了门 穷人看见自己 没有借到钱 她的心里很失望 便带着大儿子 离开了富人的家 生活在天上的上帝 看见了眼前的这一切 上帝就觉得 穷人很可怜 他眼看着穷人的小儿子 就快要错过治疗期了 所以上帝就决定 要亲自去凡间 帮助这个可怜的穷人 哎哟人吧 哈哈哈哈